在婚姻里面 当我们把对方做的一切 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 爱的意愿做的动力 就会逐渐消失 弟兄啊 称赞你的妻子 这是很简单 而且是花费最少 而且功效却最大 但可惜 却是夫妻最少做的一件事 所以弟兄 你上次感谢赞美你的妻子 是什么时候 姐妹 你上次感谢赞美 你的丈夫是什么时候呢 你真的为你的配偶感谢 你有她为夫妻跟恩典 有一位妻子抱怨她的丈夫 宁可去帮别人修马桶 而家里一个灯泡坏了 三个月她都不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丈夫从妻子那里感受到的是 她做那些都只是应该做的 而做了之后呢 得不到半句感谢的话和感谢之情 而她去帮助隔壁的老太太换个灯泡 老太太会非常的感谢她 会让她觉得很有价值 被欣赏跟肯定 在婚姻里面 当我们把对方做的一切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 爱的意愿 做的动力 就会逐渐消失 做妻子 如果你对丈夫的上班工作 只是觉得是她的责任是应该 男人本来就应该养家 那她的动力 就只剩下责任跟应该 而同样的丈夫 如果你对你的妻子在家里所做的一切 你也以为是应该是责任 我在外面这么的辛苦 那她家里当然知道 应该要把家搞定来 那她的动力 也只剩下责任跟应该 没有一个人会为一个不断挑剔 又没有回馈感谢之心的人 还能够继续付出她的爱 更没有一个人会在不断的付出之后 而所得到的只是不满和埋怨的时候 她还能心甘情愿地继续付出 一个埋怨的人总是看别人还没有做 或是做得不够好的 作为基督徒你一定要改变你的眼光 一个埋怨的人他的特质就是总是看别人还没有做的 或是做得不够好的 而一个感谢的人呢 是看别人已经做的 他会珍惜已经拥有的 把他视为恩典跟祝福 感谢您的精彩 感谢您的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